好的 主播 这几天因为日本将要进行参议院的改选 所以安倍晋三可以说是非常忙碌的到各地去帮忙候选人来造势 不过安倍今天是前往奈良的大河西大寺车站前进行造势演说的时候 现场突然传出枪响 而根据NHK电视台的报道 枪手疑似是使用散弹枪并且朝着 从安倍的背后是朝着他的胸口开了两枪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安倍疑似胸口中弹 而且立刻流血不止 失去了意识 而现在已经送上了救护车紧急送医来急救 而这个NHK电视台其实也提到了 警察在现场是立刻逮捕了一位男子 这一名男子是不是就是开枪的嫌犯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安倍晋三疑似是遭到歹徒开枪袭击 而现在是失去意识的状态 已经送医急救 以上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